LeBron跟胡仁沒有見季後賽 你可不可以再不要給他們消息好嗎 我想很多球迷都想關心一下 公路對暴龍的對決 不過沒關係 因為我個人認為那個對戰系列 應該打到第七戰 所以我們應該有機會討論 所以我們今天再來講一下胡仁鬧劇好了 最近因為Magic Johnson上了電視 然後說這個Rob Palenka背後捅他 然後又覺得球隊現在是一團混亂的情況之下 在同一天胡仁隊就開了他們的記者會 正式的聲明他們的總教練是Frank Vogel 還有助理總教練是Jason Kidd 好啦這個有什麼好鬧的 因為那天還蠻詭異的 因為他們在開記者會的時候 LeBron James在後面 在那邊自己投籃 然後在那邊運作 在投籃以後還跟別人在那邊聊天 奇怪的胡仁隊到底在葫蘆裡賣什麼藥啊 你認為胡仁隊最具有新聞價值的 只要一出來講話 大家都會報導的人是誰啊 是Tim Harris嗎 Tim Harris是一個operation的person 他只是一個做球隊 就是運作管理的一個人而已 是Ginnie Buss嗎 應該不會吧 是Kurt Rambus嗎 No 是 胡仁隊說明白了 他的看板 在現在 就是LeBron James 如果以前老闆是 Dr. Jerry Buss的話 他出來講話 可能媒體 會非常的關注 可是Ginnie Buss 沒有這種資歷啊 他也沒有這種影響力啊 如果總經理是Pet Riley的話 他出來講話 Yeah OK 有份量 如果是Phil Jackson 有份量 可是誰要聽Rob Pelinka講話 你現在的看板 是LeBron 你沒有讓LeBron出來講 歡迎Frank Vogel 或者是Jason Kidd的話語 這個代表說 這東西今天的競爭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胡仁隊 真的是就這麼混亂嗎 看起來是如此 因為 如果繼續這樣混亂下去的話 胡仁隊不要認為說 他現在拿到第四順位的選秀了 好像現在就是風平浪靜 一帆風順 直接衝上冠軍賽 不是這個樣子的 因為在自由球員市場裡面 他們仍然會具有 非常多的挑戰 如果你的內部是這麼樣 一團混亂的話 有誰會衝著Tim Harris 或Ginnie Buss 或者是Rob Pelinka 去胡仁隊 沒有任何一個人 可是自由球員可能會衝著 LeBron James的面子過來 他可能會衝著 Jason Kidd或者是 Fran Vogel的面子過去 那比例是很低的 不過 當然還是要以LeBron James為主 可是你開這樣子的記者會的時候 你沒有找LeBron James去 你是對他的power 太過於的 過於恐懼嗎 你是怕他在洛杉磯有得到更多的力量 或更多的這個曝光 讓他的光芒 整個壓過胡仁隊本身的團隊嗎 你需要擔心什麼 他是你的 Employee 他是你的員工 你請他來 就是因為他在聯盟裡面有號召力 他有影響力 他有一個品牌 他有一個真正 贏球過去的歷史 所以你可以用他的名字 來網羅別的球員過來 可是 胡仁隊居然沒這樣做 那我們再看一下 如果大家對於 LeBron James的印象 就是抱大腿的話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 LeBron James的歷史 自從蔡鳥年進NBA的時候 他到了克里芙蘭騎士隊的時候 他的總教練 那時候是Paul Silas Silas是一個老派的教練 沒有多久 一年後就被換掉了 換成Mike Brown Mike Brown是一個菜鳥教練 你知道 LeBron James在職業生涯裡面 所有去的球隊 都給他菜鳥教練嗎 他到了 熱火 可以算是最好最好 對他的一個 這個狀況 因為 相較於他剛到騎士 全部都是一些 像 Zulganis Agaskas 或者是 Delante West 或者是 Iran Neubau 這種類型的球員 他到了熱火 他已經有非常強大的核心了 有Chris Bosch 有Dewan Wade 可是 他們也給他的一個 在Pat Riley 麗下的 Eres Bostro 雖然他非常具有天分 而且 熱火隊的 經營團隊 是Pat Riley 他們的老闆 Michael Rawson 是一個非常棒的老闆 所以 LeBron到那個地方是如魚得水 可以得到比較多的冠軍 可是回到了克里芬蘭以後 他們給他的David Blatt David Blatt 是有非常豐富的教練經驗 可是在NBA裡面 他仍然是個菜鳥 他走了以後變成Ti Lu 他們的老闆 仍然就是跟他對立 所以呢 不管是在老闆 或在教練 或甚至到隊友 大家說他老不然要誰有誰 可是他要的都是一些年級 已經開始有點老邁的 要不然他只有核心的Kevin Love 還有Kairie Irving JR Smith 斷電王 然後 他就是跟這些菜鳥的教練 還有不支持他的老闆 一直在對抗 一直到了胡人 現在還是一樣 他到了胡人 他還是給他菜鳥 Luke Corton 然後放了一些菜鳥在他旁邊 然後放了一群 互相在競爭 而且 好像真的就是很混亂的 經營的團隊 魔術強是因為Rob Blanca 魔術強自己就說了 他同我背後 所以 現在LeBron James 會打成現在這個階段 也是有他的原因在 而這一次在記者會 他選擇不在上面講話 而是在後面 在那邊投籃跟自我訓練 那是他自己的選擇嗎 還是球團的選擇 所以 胡人隊 繼續這樣子混亂下去的話 不要認為 他手上握有籌碼 他跟提湖Anthony Davis的交易 就一定會成功 因為 還有別的球隊 手上也握有同樣的籌碼 可以跟他來競爭 你不要講別人 我覺得快艇手上只有一堆籌碼 可以跟提湖交易 如果快艇拿來了 Kawaii Leonard 再加上AD 然後他的板凳的兩個人沒有走 Lou Williams搭配 Montrust Harrell 這是一個非常具有競爭力的球隊 那如果胡人真的非常的幸運 那提湖 終於 這個 想通了 以戰機為主 不要跟胡人隊一直鬧脾氣的話 那他們終於交到AD 這樣子胡人隊才有真正的競爭力 不過 這樣子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 胡人的鬧就會繼續下去嗎 我個人認為 如果Ginnie Boss 不把管理的團隊更streamline 更一條線的 而且更專業的 讓 管理階層 老闆 教練 球員 同為一心 那胡人隊要有競爭的能力 還是 非常非常久 因為我認為可能性太低了 好啦 以上就是我對胡人隊的看法 如果沒有 四項團隊 一心 拼冠軍的話 他們是沒有辦法前進的 贊成的請舉手 不贊成的請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